你 打 打 什么情况 好像是码头上的混子 再打群架 明天早上就会有人发现 天津码头大街上 有一名不知身份的男子 被杀死 知道吗 这就是结果 天津码头上经常会发生的事 走 去看看 走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住手 什么人 你管我什么人 想干什么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住手 女人 好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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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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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走 爹 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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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妹 六哥 你没事吧 把七妹带走 是 走 快走 臭小子 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 上 走走走 不是 爹 站住 别跑 爹 爹 法尔砖神功 第八十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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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嗯 because 二十八 乩 二十八 二十 二十 三十 走 吐开 我们要不要过去帮忙 过去干什么 马三爷只让我们监视 又没让我们动手 站住 八连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 火焰家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能遇到您 真是天意 要不我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了 我们再见面 只能在另一个世界了 霍木头 霍木头 你太厉害了 看起来我拜你这个师父 没有拜错 这个人是什么人 满脸相巴 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人 他是我的好兄弟 他是八连哥 快帮我扶他起来 好好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朱海靖 你满脸相巴 一定是江湖上的人吧 这里不好说话 我们赶紧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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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大爷 大爷 我看我们是完了 他们竟然赶在咱们的地头上 如此嚣张 我们不能再忍了 是谁干的 中间杀出一个叫霍元甲的人 功夫确实了得 霍元甲 没听说过 这个人的功夫 在大八连之上非常不凡 这不把我打成这样 大爷 他打的不是我 是您 是您码头三兄弟的脸 也是往我们八大金刚头上拉屎 我们不能再忍了 先是大八连人 又来了一个霍元甲 果然有故事地到了我们码头 马上通知马三 所有人全部在他那边集合 也许到不了明天 我们就会被各个击破 可是 现在官府好像在追击什么人 满大街都是清兵 如果我们现在聚会的话 恐怕会被他们误会 官府里有我们的人 除了什么事 费也会解决 没什么解决不了的 大哥 大哥 我知道你会来的 马赛 说 是我杀了你 还是你杀了我 大哥 你这话我不明白啊 大战面前 你不听军令 擅自行动 虽然我们是兄弟 一起打下今天的江山 可我也不能包容你啊 来啊 把他捆起来 大哥 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的呀 你不能这样 可是你不听话 我也没办法指挥你 大哥 我听你的 过去听你的 现在听你的 我永远听你的 大哥 听到了吗 这就是我的兄弟 你们以后 还听不听我的 我们听大哥的 先是大巴里人 还有霍原甲 欺负到我们的码头上来 你们说 我们该怎么办 干什么 不 大哥的意思是 杀了他们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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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要我说 这一仗 我们不应该没有目的地打 我们要有计谋 不打不说 要打 杀 就要减少伤亡 就一定要赢 雪儿 果然是有头脑 我们现在先商量一下 要杀 就杀得他死无葬身之地 面来喽 下去吧 来 老兄 谢谢 来 我住海敬 还没落到 让人喂饭的地步 巴连哥 我是希望你快点好 能够早日康复 是吧 吃 吃 开饭喽 少爷 开饭喽 阿楓 什么饭 萝卜干 馒头 还有一米茶的粥 我不吃你们的饭 我们这样的人 不吃肉哪行啊 不吃肉 不长力气 将来和人决战 没有必胜的可能啊 不吃啊 你就饿着吧 你怎么老想着决战啊 不打 我们将来 能走出这个山谷吗 后院长 我们今后怎么办 难道 就在这山谷里边 住一辈子吗 我们现在在逃难 等这件事情过去了 我们就马上回家 回家 后院长 我跟着你 可不是想着什么回家的 你有家 我什么都没有 我回哪里啊 这样吧 等我们回去啊 我给你介绍一门亲事 算了 我们这样的人 江湖上走惯了 成个家 这不是我的生活 我是想 多学一点工夫 好吧 等风头过去了 我们再说 少爷吃菜吃菜 快点 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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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点火 点火 不在火 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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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来 你是何人 是我 少爷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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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来 住 住 你来 住 住 住 别 小爷 打得好啊 大巴脸人 怎么是你啊 我早就知道是你了 红颜甲 你很有灵气 虽然你起步很晚 但是 你的功夫现在在我之上 或者说 可以成为我的师父 大脸哥 你夸奖了 今后 我可以成为你为师父吗 我可以在江湖上说 我是你的徒弟吗 不敢 不敢 你是我的兄弟 火炎甲 我决定离开你了 这段时间 我发现 我们不是一路人 你是掩师 我是侠士 你是修自己 我是修天下 你会成为大师 但是 我只能是个壮士 所以 我们会成为永远的兄弟 但是 我不会成为你 所以 我决定明天一早下山 那你要去哪里 天津 你要到天津去 对 我相信 要不了多久 你也会去天津的 你那么自信 因为 靖海县是培养不出大师的 所以 如果你命里成为大师 你一定会去天津 我希望 我们天津见 我先到那里给你做个准备 等你去了 我还是你的门侠 我相信 天津才能中得下你 你那么肯定 我会去天津 你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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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雷哥 被你说中了 结果 我还是来了天津 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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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不是要抓一个逃犯呢 对对对 我知道他在哪儿 哪儿 这个人就藏在我这个客栈里 我可不认识他啊 他满身是血 准是你们要找的人 兄弟们 走 走 快点 快点 我说的没有错 要想成为英雄 就不能在小河沟里翻泥浪 要到大江大海里兴风作浪一下 天津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 我们就在这里打出一片天地 不过 我真的不希望兴风作浪 只希望风平浪静 不要惹什么事段才行 可是 这个势道能够让你风平浪静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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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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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一大军官兵冲进院子来了 我 好 停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能够让你安静吗 搞不好 冲着我来的 走 不知几位军爷要干什么呀 你是什么人 我是在这儿住店的客人 不知道这三更半夜的 几位官爷有后贵感 我们正在抓捕一个 昨天晚上潜入到布政司的刺客 哦 我们这儿都是平民百姓 哪里来的刺客 你看 我们一个个都是本分人 你们倒别处去寻找吧 客栈老板举报 说你们屋里今天来了一个满脸是疤的人 把他带出来 让我们看看 前掌柜举报的 这个小人 前掌柜 你出来看看 哪一个是你说的坏人 你们让开 让我们进去看看 这客栈的确来了一个人 但不是什么刺客 他是我的朋友 那你让他出来 让我们看看 你们找的就是我 你是何人 你们是不是被我的面孔吓坏了 我是闯江湖的人 这些伤是以前留下的 你们不用害怕 为什么老板说你刚来的时候满身是血 刚才在大街上被几个坏人劫道 被他们打的 霍木头 看起来我们走不了了 要是被他们把巴脸大哥带走 就更加麻烦了 他们那里是胡轮着进去 残废着出来 看来没有别的出路 只能冲出去 对 只能冲出去 才能逃离麻烦 你们掩护他 一定是同伙 兄弟们 上 大天 вой子 有医生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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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福 和巴林哥躲起来 和巴林哥躲起来 走 这么多年 你们跟着我吃了多少香的 喝了多少辣的 享了多少荣华富贵 大爷说的对 没有了我 就没有了你们今天 没错 所以你们不能没有我 我也不能没有马头 我们是利乡官生死与公 三弟 这仗打赢了 相容就归你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在打赢这场战之前 你得不到的 我听大哥的 秦贼先秦王 大家说 对不对 对 我们怎么惩罚他 徐二弟有个想法 大哥 各位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马头上 闹事驱打这一仗 我们应该 把它引到一个合适我们的地方去打 而且 一刀砍在七寸上 不得犹豫 三爷 三爷 各位大爷出大事了 出了什么事 霍原甲还有那个大巴脸人 他们躲在云莱客栈 结果被官府发现了 现在被清兵包围了 他们这会儿正在厮杀 大爷 我们现在趁机杀过去 把霍原甲和大巴脸人一起杀掉 不 官府师出有名 这样杀过去的话 官府会把我们当成乱党抓起来的 大哥 你说我们怎么办 警官齐变 如果霍原甲被他们官兵抓了 我们就出点钱 让他们把这三个人在监狱里直接做了 那倒是省点事 如果他们逃走了 我们就紧跟着他们后面 然后在前面张开口 让他们钻起来 消灭他们 你这个坏蛋也怕死啊 都是你们 把我这客栈全毁了 你说这桌子椅子得多少银子 你们得赔我 掌柜他 你怎么能怨我们 是你告发说我们是通缉犯 我问你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通缉犯 我就是害怕 怕你们是通缉犯连累到我呀 那你现在满意了吧 好害 你饶了我吧 你不是通缉犯 是我看错了眼 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有用 有用 好害 你放了我 我出去告诉他们 你不是通缉犯 行吗 我不想杀你 你就是一只狗 掐死一只狗 不是我的风格 我要动手 至少对方要是一只狼 前掌柜 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小人 他们在这儿呢 在这儿 好害羽 好害羽 饶命啊 饶了我吧 好害羽 饶命啊 我原讲 救我 救我 太过眼了 晃不高 你是英雄 你是好坏 咱们大清朝 要是有你这样的英雄 一定不会失败 甲乌海战要是有了你 东阳窝靠早就喂鱼了 咱们就不会失败了 行了 你别大喊大叫的 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少爷 那我们去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咱们先走 我知道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码头工坊 好 死了 哎呦天哪 这儿还有死人 叫我怎么办呢 大爷 大爷 怎么 他们逃出来了 没错 那些官兵被收拾的 死的死 伤的伤 逃哪里去了 好像是往货运码头那边去了 我知道他们往哪里跑 兄弟们 报仇的时候到了 出发 没事了 我们走吧 刘兄弟 我们现在遇到了麻烦 所以你没必要跟着我 先回家吧 等这事过去 我再去找你 这么刺激的事情 我离开干什么 我已经是你的同弟了 我就要跟着你 跟着我们会很危险 跟着你就没有危险 好 走 走 八连大哥 什么人 八连大哥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黑子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八连大哥 我正在找你呢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你在这里 我只是发现这边打的热闹 就想也许是你在这里 没想到你果然在这里 你叫我干什么 自从你走了之后 他们就更加严厉地对待我们这些工人 我们成立了斧头帮 自己保护自己 现在我们都希望 你能回去看看兄弟们 这么快 三天就成立了斧头帮 我们自己不保护自己 只有死路一条 你们现在还没有地方躲 不如 就到我们那边去躲一躲吧 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还在尾子坑那边 马头帮的人 没有再找你们的事 他们现在好像有别的事情 这几天也都不敢过来 哎呀 快走吧 那里怎么说 也比在这大街上强啊 在什么地方 就 就在那边 以前是我藏尸的地方 我就是在那里被抓住的 那地方保险吗 还在 靠得住的 我们没有别的出路 只有到那里躲一躲了 他只是在那里面 他们能够见到那里面 那么没什么 不过 在哪里面 要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是什么人 出门在外 身在江湖 江湖规矩是要明白的 连这家都不懂的话 死了也是干瞪眼 你们是江湖上的人 不是 我们是码头的 码头帮的 知道吗 我们无意于你们为敌 可是你们这是干什么 无意于我们为敌 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要打上我这么多兄弟 毫无理由上来就打 还说无意于我们为敌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什么人 既然你要出手 就是要于我们为敌的 我是为了救我的兄弟 你们为什么把我的兄弟往私里挡 你的大巴脸兄弟 与我们为敌 犯的是死罪 他必须死 难道我们不能坐下谈谈吗 谈谈可以 我只有两个条件 一就是交出大巴脸人 把他杀掉 他必须要离开码头 你们必须离开码头 永不回来 你的要求太过分了 那你就是为了兄弟的义气 与我们为敌了 那我们就直接交手吧 一定要把你们消灭掉 这个尾子坑 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胡言者 你们走 我和他们决一死战 胡说 我不会放弃你的 跟我说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我想就保证 我大巴脸人 自从成了你的兄弟以后 我就脱胎换骨了 我只做好事 从不护害百姓 好的 巴脸哥 我信你 这次 我无论如何要带你走 兄弟们 告诉他 什么叫马头 不能恋阵 这有个机会赶紧走 兄弟们 杀 兄弟们 杀 兄弟们 杀 上 走 兄弟们 杀 快走 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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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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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咬赞 咀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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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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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我吧 我不杀你 也不想与你们结仇 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只是来逃难的 混碗饭吃 混碗饭吃 好 追 你 多等 juice 追 我的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好 伯元甲 你果然厉害 红姑 你再也不会有机会厉害了 我不想伤害你们 我只是来天津逃难的 逃难逃不对 也会丢命的 伯元甲 我不知道你从哪来 但我知道你要到哪去 阎王殿的路 你该不会走错吧 我们可以谈谈吗 晚了 太晚了 刚刚跟你谈你不谈 现在你 战败了 想跟我谈 我会跟你谈吗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就是 你们兄弟几个的脑袋 今天有机会挂在我们码头的栏杆上 我多给你面子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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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broth3rmax 快走 把他们全炸死 炸死他们 怎么办 进去看看 看他们死了没有 跑哪儿去了 人呢 大哥 我估计已经把他们炸成碎片了 不可能 要是炸成碎片的话 碎片呢 难道又给他们逃走了 很有可能 是我们太笨了 不是我们笨 是火源家太精明 兄弟们 战斗才刚刚开始 大战还在后头 再来 不要 走 尽快 尽快 我 是 朱海靖 你来干什么 我来救你 谁让你来救我了 我不需要你救我 你是我老婆 我当然要来救你 我早就不是你老婆了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是个坏女人 我背叛了你 我嫁入了香道 差点被官府砍头 我现在是个妓女 我还当了别人的拼头 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在我心里 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婆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听你说 你走吧 我不会走 我要救你 我知道 他们是为了抓我们 才把你捆在这里 作为幼儿 告诉你们 我不怕你们 有种 你们一起上吧 我们决一死战 你赶紧走 我不想连累你 没想到你们二位 还真来了 不来 对不起你的邀请 来了 我就高兴啊 明白我下的帖子吗 今天是码头之战 我们的目的 就是消灭闯入码头的外来人 保护码头兄弟的利益 你们这些鸟人 竟敢在我马三爷的地盘上 惹是生非 我已经任无可忍 我只有消灭你们 没有道理可讲了吗 你要讲什么道理 我希望以何为鬼 以何为鬼 你想麻痹我是吧 然后再往后面捅刀子 我告诉你 在我的码头上 不会容忍你们这帮鸟人 你们受死吧 你们已经是我的手下败将了 为什么还要再来 今天我们是报仇来的 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让你们死得非常惨 看见了吗 这炮台子后面就是大海 你是想海葬 还是想土葬 忍无可忍 只好迎战 迎战 迎战就死得快点 不迎战也得死 来吧 等等 在我的兄弟手下 不能有无名死鬼 在你们闭上眼之前 你的脑袋瓜离开脖子之前 先报上你的名号来 小南河村霍原甲 霍原甲的兄弟 朱海靖 兄弟们 给我上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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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快点 杀了她 是 fera 走 我走 我走 走 你过来我就吓死他 上面怎么没动静 怎么没动静 你没听见上面打得厉害吗 杀声震天的 什么声音 我怎么没听到 你年龄大了吧 耳朵聋了 你才年龄大了耳朵聋了 那你怎么听不见 你傻呀 我听不见 我是想告诉你 上面打得不过瘾 不激烈 我老太婆早就想上去试试了 我带了 我说你 不激烈 我老太婆 有去 我就跟你打了 叻 小子 死了 死一个算什么 我们八大金刚 把我孙子算上去就成了 对 我就是八大金刚 奶奶 我现在就是八大金刚了吧 没错 算你一个 那我以后就可以不叫你奶奶了 那叫什么 叫道姐 到什么时候都叫我奶奶 你打我 不敢打我 不打了 不打了 咱准备好到上面 打他个落花流水 去死吧 打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来 快走 快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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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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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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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往哪儿跑 就这个男人 值得你喜欢吗 我喜欢他勇敢 不像你仗势欺人 恶不得 我告诉你 好好地看着怎么收拾他 救救我呀 救救我 救救我 慢慢呼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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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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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等着 我打不死你 我打不死你 你看 看看 看看他是怎么死的 看 看 对 杀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啊 要钱 功劳给我孙子 呦 不准奢我的功劳 我是八大金刚 我孙子 必须成为八大金刚 好 走啊 半壘哥 怎么样 我没事 老爷不 我杀了你们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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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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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我的胳膊是不是没有了 不怕 咱不怕 胳膊还在 就是受伤 我好疼 孙子 没事啊 这就是江湖 江湖就要有受伤 就有流血 奶奶 他是不是死了 没错 是死吧 奶奶 我害怕 我们走吧 你不是还要成为八大金刚吗 奶奶 我害怕 我不要死 我再也不做什么八大金刚了 奶奶 你真没出息 我死的 孙子 奶奶带你走 走 走 老三 你在干吗 我一会儿就回来 大宝链 大宝链 咱们决一死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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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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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叫薛二 知道又怎么样 我不想再交战了 交战的下场只有死人 那你为什么要霸占我们的地盘 我们从来就没有霸占过你们的地盘 我们只是从这儿路过 路过 你们管的事情太多了 只要你放了我兄弟 放过湘蓉姑娘 我立刻带他们走 从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事情已经这样了 无法改变 我知道 你也是个汉子 你不像他们那样欺负百姓 也算是个有良心的人 废话少说 战场上没有道理可讲 我不杀你 我上次就没有杀你 所以 不要再打了 不可能 霍元家 听着 码头上没有规矩可讲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别耽误时间了 霍元家 看来我是真的打不过你啊 雪儿 你的功夫还需要磨练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羞辱 霍元家 你这样羞辱我 为什么还要救我 打 是因为不得不打 不打了 我们也许可以成为朋友 你良心未敏 不算坏人 我希望能跟你交个朋友 我不会背叛我的朋友 我没有让你背叛朋友 我只希望 你过得更好 霍元家 这事没完 虽然你救了我一命 但我不会领你的刑 更不会成为你的朋友 我只能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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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点哥 你没有事吗 好解恨 我恨不得 把他们 全部杀掉 杀了这么多人 官府会马上缉拿我们的 怕什么 来一个 杀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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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向荣姑娘 你这是要干什么 天涯海角 寻找我自己的归宿 八亮哥 难道你就这么放他走了吗 我无法看他的眼睛 看见他 我有痛苦 离开他你就不痛苦吗 离开他就会更痛苦 你的痛苦会更加漫长 这次我们拼命救他 就是为了让他一个人走吗 这次让他走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这次回到你的约身 哪儿 我准你 我准你 我要准你 我准你 我准你 妈 还活着吗 死了 大爷 马三爷没有一点气息了 死了 我看你了 大爷 老四已经死了 大爷 老四 老三 老四 你还活着 大哥 死的死 伤的伤 兄弟没脸见你了 你们打得很好 只是活原驾太厉害了 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 大哥 看起来跟他们硬拼 是不行的 我们都会成为她的刀下鬼 那 那我们该怎么办 看来要换个方式跟她决斗 雪儿 赶快打扫战场 把死掉的兄弟都埋起来 把血迹弄干净 不要让官府知道 是 大哥 我冤家 咱们走着瞧 看来他们要打开杀戒了 要把我们置于死地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码头 这样匆匆地走 不是我们的座位 以我的脾气 杀他个天会地安 打不是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马上离开 我们离开后 这里就风平浪静了 八连哥 你要往哪里去 八连哥 你要往哪里去 八连哥 你要往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 出去再说 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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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找到你们了 袁浩 你怎么在这里 嫂子被他们给抓起来了 你说什么 嫂子被抓了 我正逃出来给你们送信 咱们快去 快去救嫂夫人吧 芷兰怎么会到这儿来 没有那么多时间说这个了 她现在在哪儿 在码头 是 各位兄弟 她就是霍元甲的老婆 王齿兰 霍元甲现在已经穷途末路了 我得到消息 她烧了妓院 犯了大姓王府 明天 官府就会通缉她 我们约了霍元甲和大巴脸在这里决战 谁要是杀了她 谁就可以掌管码头老大的位置 我们的机会到了 好 好 太好了 可惜啊 我没有把我孙子带过来 这个位置是我的 是我的 是我孙子的 他们疯了 那他们就会死得更快一点 原甲 原甲 你们用不着危追堵截 今天我们就在这天津码头一决胜处 我原甲 你果然烧失 本来我们想尽快离开这里 没想到 你却抢来我的妻子 陈大 你不仁 你就别怪我不义 我们决意胜负 老子下了决心 要抢你的码头 把你这群王八蛋全部赶出去 老子要做码头老大这个位置 远昊 你叛变了 小姨我告诉过你 我天生就是个叛徒 兄弟们 杀 干吗 走 看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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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走 原甲 驾 原甲 远甲 放开他 你这个混蛋 有种放我们出去 放开他 远甲 快走 远甲 快走 放开他 放开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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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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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